纽约市府官员7日宣布,将于这个月启动全国首个针对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公路BQE上超重卡车的自动执法计划,目的是防止超动车辆出现在城市道路。 根据新计划,市府将在BQE市署部分上安装动态撑住传转器,以确定特定车辆的重量,并与车牌摄像头同步,对被发现违规州和联邦法律法规的超重卡车发出罚单。 新计划将首先针对前往皇后区的交通,并从8月10日开始启动90天警告期,然后从11月8日开始,超重卡车每次违规将被处于650元罚款。 至于前往史丹顿岛方向的交通,将于今年稍后时间实施,届时同样会有90天的警告期。 市交通部门目前与多方面合作,包括向卡车与营商介绍新的执法计划,以及与市警和其他合作伙伴就使用替代走廊确定执法目标。 市交通部的分析发现,BQE上有近10%的卡车超重,加剧了三选币结构损坏所造成的影响。 市长亚当斯说,这项计划不仅将成为保护道路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支持市府为重新构想更安全、更环保的BQE所做的积极努力。 亚当斯又感谢州长霍楚及其他议员在这项立法上的合作。 纽约市长亚当斯7日宣布,将在兰德尔岛设立一个新的人道主义紧急响应和救济中心,为寻求庇护者提供服务。 根据新闻稿,目前接受市府照顾的寻求庇护者人数超过57200人,市府将与纽约州府合作,在兰德尔岛建造并开设一个新的人道主义救援中心, 为多达2000名寻求庇护的成年人提供服务,相关费用将由纽约州府承担,包括建设、维护和人员配备。 除了确保寻求庇护者能够到达他们想要的目的地之外,救济中心还将提供一系列服务。 亚当斯说,随着寻求庇护者人数,每天以数百人的速度维持增长,系统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极限。 每晚找到足够的床位也变得越来越难。 亚当斯又向州长霍楚和州府在开设救援中心并承担费用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 强调市府需要各级政府提供更多样的帮助。 自寻求庇护者涌入纽约市以来,市府已经开放了190多个紧急收容所, 包括13个大型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其中两个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开放。 曼哈顿联合广场上周五下午发生一场暴力集会, 纽约市警说,事件中共有65人被捕, 当局目前仍在寻找几名涉嫌损坏警车的青少年。 自上周五下午时分,在Twitch平台上拥有650万粉丝的塞纳特发表公告, 表示自己将前往曼哈顿联合广场赠送游戏系统和其他奖品, 吸引了数百人聚集,随后演变成暴力事件。 纽约市警总监马德雷表示,塞纳特在现场被人群包围, 警方把他转移到其他安全地点。 而当有人开始对警察和公众实施暴力行为时, 集会被认定为非法集会。 马德雷说,当时部分人闯入公园内的一个建筑工地, 开始向警察扔油漆罐、石块和瓶子, 还拿着斧头和铲子四处走动。 事件中共有65人被捕,包括30名青少年, 并造成至少3名警察受伤, 另有至少4名民众被送往地方医院。 马德雷补充说,他在现场看到其他多人有割伤、 瘀伤和撕裂伤。 警方目前仍在寻找8名,年龄在14到18岁之间的男性。 从网上片段可看, 8人涉嫌当天在一辆市警部门的车辆上又踢又跳, 另外有人破坏车窗和门。 马德雷表示,21岁的塞纳特将会出庭, 并面临煽动骚乱和非法集会两项罪名。 长岛纳苏县过去一晚发生两宗严重车祸, 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 第一宗车祸发生在周日晚7点半左右, 地点位于东马萨佩夸的日出高速公路和温卡路。 警方表示,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撞上至少3辆车, 车辆在事故后翻倒,碎片散落在地, 迫使当局关闭高速公路。 消防员需要使用工具,把司机和乘客从车上救出。 警方证实,事故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 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第二宗事故发生在周一凌晨2点30分左右, 地点在西亨普斯特德, 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 警方说,事故中一辆汽车撞到一棵树, 另有一辆SUV撞到了道路上的中央分隔道。 一名目击者回忆说, 当时看到这辆SUV沿着亨普斯特德公路向东行驶, 并没有在打开车灯的情况之下闯了红灯, 车速超过每小时100英里。 官员说,两名伤者被送往纳苏县医疗中心, 据信,另有两名儿童被送往了科恩儿童医疗中心。 警方尚未透露两宗车祸中的司机身份或任何指控, 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警方尚未透明 感谢观看